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有點難找 從來沒有球迷無敵多 TEDA 好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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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幹嘛 收拾 收什麼 等一下要去巴黎了 因為我們這次要去巴黎 要用這個巴黎帕玉 所以期間會有點久 超過一個月 愛你們 已經落地巴黎了 有人的remoa被摔爆了 欸這可以賠吧 他一定是故意的 喔喔 落地先噴錢 專屬媒體鎮 然後上面是這個free具 超可愛的 發現他們旁邊有一個專用道 這個專用道呢 就是只有官方奧會有發證的車 才可以開 然後包含公車 計程車 警車 講中敲門應該不用吧 不用 我來介紹一下 就是感謝快電商 然後好食圓滿 還有cause 還有艾康衛生園 全部因為我們這次來很多天 然後我們三個人 所以他給我們很多物資 冰池衣 你看這些 還有飯 因為我們是台灣人 所以亞洲味 然後呢飯跟粥 然後好食圓滿的鴨血 這個超誇張 臭臭 什麼意思 臭臭鍋 這個是牛肉麵 牛肉麵 很多人會以為就是豬肉不能進嘛 但其實這種料理包它都是高溫殺菌 鋁帶 所以它其實是軟罐頭 就跟你去日本買咖哩料理包一樣的意思 好再來這箱呢 這一箱全部都是艾康 對 因為我們有兩個女生一個男生 所以我們需要大量的衛生物 超讚的 因為我完全沒帶 總之就是謝謝大家這一次的 資源後勤 對 非常感動 感恩 全力衝刺 對 全力工作 好我們已經成功換到證件了 但這個證件好像有差 請專業的來解釋 有沒有 就是其實證件有差 因為我們這次TSNA來三位同事 那我們一張證的就是我們一個資深記者 他就是IOC下面 他就是會員國持有的e卡 e卡就是文字記者 那那個證呢 他就是所有奧運場館他都可以去 可是也不是說你隨意進去 因為你譬如說像熱門項目 前一天你可能還要換票或是抽籤 才可以去 像今天晚上的開幕也是 就是開幕是除了你的證件之外 還要有門票 那像亞運或者是世大運這種 他可能就是門票每個人都可以進去 但是奧運他分配的比較少 像這一次就是 22個文字抽10張 對 你一定可以的 加油 那我們這張證呢 它是隸屬於巴黎市政府下面 那他的用意也是希望讓其他 沒有取得IOC證的媒體 可以來報導他們整個市容跟觀光 像是聖殿市場裡面那個媒體中心 就是也是只有這種鎮的人才可以進去 我們今天來到這邊就是LOGO的這一側 剛好是在右岸 然後我們這個地方超漂亮 而且其實沒什麼人他也沒有交管 人員是可以進來 然後遠遠的可以很清楚看到五環在我們這邊 拍得非常清楚 來今天是第三天 第一次參加大型賽會的朋友 現在第三天你有什麼感覺嗎 好像已經第三天了 身體感覺還好沒有很累 但是我好像感覺在這裡住了很久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清醒的時間太長了 我們今天是用DJV的第三天 然後發現它有一個東西超好用 就是我們所有在上傳檔案幹嘛 我們都是開熱點 然後上傳的速度超快的 因為它傳的檔案比較多 對啊 因為我就是要拍一堆素材 然後都用雲端傳回去 都是超OK的 就是不會等到不耐煩 對 有嚇到 而且我們在外面 它有WiFi的地方也沒有比DJV快 所以我們其實都開自己的熱點 WiFi超 現在呢就是 因為我們沒有場館症 所以我們要走到另外一個路口 等選手出來 然後邊走邊看 大家轉播 瘋掉了 然後大家同行沒有症的 都是一起往前 出差連吃飯都不要緊 網路最要緊 馬上推薦給同行 因為大家就是網路 如果用完兩句就會被降速 我覺得比較好是因為它可以開熱點 對 它熱點就是你可以 比如我們用電腦傳檔案的時候 熱點完全是跟手機的速度一樣 好 然後我們看完就是三座中繼站 我自己的感想是我覺得 哇 他們在巴黎居然還可以有 就是這麼 安心的地方啦 因為我覺得在人身地不守的地方 如果你要去額外預約其他的場館 或是找吃的 那是一件非常麻煩的事情 那我覺得其中我講的一個特點就是 在體能訓練中心 離物理治療站走路 只要五分鐘的路程 那其實對選手講很方便 他們重訓結束 直接可以接受物理治療做放鬆 所以這點對選手很重要 就是你疲勞度會馬上恢復 對因為其實教育部體育署跟中華奧會 他們在賽前考察 其實大家會覺得好像很簡單 可是在一年以前就要經過多次考察 才可以找到這麼好的地點 然後要多方面啦 不是只有選手的所有 重規來講 所有東西都要想得夠周全 然後選手才可以在場上有好的表現 這邊這個場館是拳擊場館 今天是要來找看看黃小文選手 一樣是沒有證件 所以要在外面等待選手打完 因為今天是自己來跑的關係 所以就是不確定 等一下選手會從哪個門出來 等於是我每個門都要先繞一次 然後找離他最近的那個球場 不然我怕我等一下會miss掉 前往網球場的路上 外面的球迷超級無敵多 無敵 欸?怎麼今天要來網球場 嗯? 因為就是 我覺得可以稍微分享一下 那當奧運記者 比較艱辛的是因為 政見很有限 所以像是我這種外圍的 我就是要賭看看他們有沒有意願出來 然後那天晚上沒有出來 就是因為打到太晚 其實是需要讓選手回去休息的 那今天就是再來看看 讓大家看 就是在一個非常路邊等待 就算沒有訪問到 也不會覺得很可憐 或是白痴 不知道欸 心態很正確欸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一個景點 今天結束了 有訪問到 非常開心 今天是我們的第八天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台灣館 然後今天遇到很多台灣在地的表演團隊 然後今天請到特派記者 從根深 所以呢 我現在用DJB打給他 你好 欸 你好 欸 你在哪裡啊 我們在羅浮宮前面 你在哪裡 我也在前面啊 好 OK 找你們 掰掰 今天是比賽的最後一天 八月十號 然後現在要進去 有買票 要看林玉婷的金牌站 我以為我買的是二樓的票 結果我買的是三樓的 可是視野我覺得還可以啦 然後220歐 好可愛喔 加油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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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會 用力的把我們的旗子 互討 然後讓世界看到台灣 好可愛喔 我們現在在吃飯喝酒 慶功 度過了十幾天的奧運 第一次跑大型賽會 其實真的很拖同行的幫忙 會覺得蠻感動的 就是這一切都還蠻順利的 因為我覺得是大家都一起來大型賽會 然後把最好的新聞畫面 或是資訊帶給台灣的民眾 這邊有一個資深委員 今年巴黎奧運 最難的一點就是我們 比照上一屆東西奧運 我們拿到兩面金牌 尤其最後一面金牌 我們的問題 抵抗所有壓力 所有輿論之下 拿到兩面金牌 大家都感動 大家都開心 雖然中間可能因為太忙了 沒有記錄什麼 但是主要這支影片 還是希望呈現給大家說 原來幕後團隊或是說 媒體記者到底在做什麼 有分內部跟外圍 那外圍的媒體 其實像我們這樣子 都是要持續的等待 不停的等待 然後在陽光下面 很常在戶外 然後我們也等選手 選手很辛苦 因為賽會很大 場地很大 他必須走出來 他可能出來了大雨 對 各方角力都很辛苦 所以希望大家 就是可以多多支持台灣的 運動員跟平衡 不容易 尤其在奧運 尤其在奧運 真的很難 所以希望大家會喜歡 這一次我們奧運所有的報導 還有周邊的一些短片 謝謝 那我們要繼續開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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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